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苗人养蛊 这个蛊虫很厉害 是一种毒虫的集合 然后这个概念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里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 说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种害人的办法 养毒虫一定要用自己的血来养 然后毒虫养成之后你必须拿出去害人 你要是不让他出去害人 早晚有一天他得把你给害了 这概念说完之后 其实我自己也不对这个蛊有多么清晰 我们有朋友给我留言就问说这个蛊到底是什么东西 听说过 有的朋友去旅游到湘西地区 听过各式各样的传说 包括以前我们在看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叫整蛊专家 那个蛊字和我们今天讲江湖里面这个蛊字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鼓 此鼓是否是鼻鼓呢 这个事希望我能够把它说的再详细一点 其实说起来啊 我得要和大家说一声抱歉 就这个事呢 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抱歉的时候呢 我心里并不忐忑 为什么不忐忑呢 因为不光是我不清楚 基本上这个事就是一个幻想 就是一个传说 你甭管是金庸先生他写的这武侠小说 还是金庸先生用的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典故里边所提到的这些概念 这个内容 它都不是确切的 而这个鼓这个概念 确实非常的早 早到什么程度呢 左传里边就有这个鼓这个字 而且人家当时就把这个鼓的这个概念给你定出来了 说这个鼓是啥 哎 那为什么在左传里边都把这个鼓的概念给定出来了 刚才我还说 我不清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不是很了解 这不矛盾吗 不矛盾 因为左传里边一共就四个字 叫闽虫为鼓 怎么理解呢 这里边有一个故事 说当年啊 晋平公生病了 到秦国请了一个大夫 这个秦景公呢 就派了一个叫何的医生去给他看病 结果啊 这位何大夫到晋平公那会儿一看啊 一打眼就知道 说晋侯你啊 好色 晋侯一听呢 就是承认了 说确实啊 我是好色 那么这个我这个病先生你看他怎么治 他和这个好色也没有关系 是老爷们他就好色呀 对吧 有些女人他他也好色 对不对 哎 这个谁不追求美的事物呢 您说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吧 结果这个何大夫说 你这个病啊 治不了 而且人家还打了一个比方 什么个比方法呢 说你得的这个病是像谷一样的不治之症 你看这是谷这个概念出现在书里边 那么这个书里边这个把这谷的概念提出来 有没有人懂呢 是不是大家都明白 像我们今天一说羊肉串大家都知道是啥 不是的 当时这晋国的大臣也不知道 晋国的那个侯也不知道 只有这何大夫自己知道 于是晋国有一大臣就问了 就问了那何为谷啊 什么是谷啊 这何大夫回答原话啊 淫溺祸乱之所生也 就是你这谷是打哪来的 淫溺祸乱 反正就是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荒淫无度等等等等吧 然后说这个字怎么写呢 人何大夫讲了愚蠢 愚蚊就是在文字上体现 敏虫为谷 好了 这何大夫就在左传里边把这个概念给咱们说了 但是说了归说了 你听懂了吗 啊 说你淫溺祸乱 淫溺祸乱啊 你就生谷 你说这谷长啥样啊 它是有翅膀还是没翅膀 一个脑袋 俩脑袋 有几个爪啊 它是像蜘蛛一样 是吐司啊 还是像这个蝎子一样有勾啊 根本就没说 所以也不怪后面的人不懂 但是你说那古人写的这个词啊 写的这个句子 他讲究的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是废话 没有一个是废字 过去扣一个字难了 所以他很多字呢 它都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何大夫在后面还接了一个词 说是鱼文敏虫为谷 就告诉你这个谷是怎么写的 那么可不可以从谷是怎么写的 这件事情上发现 这谷的原意到底是啥 这个谷或者我们今天给他 有一个方便理解的叫法 叫谷虫啊 整谷专家啊 苗人养谷的这个谷 摄雕不是摄雕圆转啊 这个呃 这个叫笑江湖里边出现的这种谷 人人谈之而色变的一种暗器 说这玩意到底是啥 能不能解释 还真有学者研究过这事 那研究的初衷就是我刚才所说 这左传里边就这 敏虫为谷 说既然这个何大夫 把这个谷字怎么写告诉给你了 那么那这个谷字的来历 这个谷这个东西 应该就和敏虫啊 这个概念有关 什么概念呢 哎 听我慢慢给大家讲啊 这个学者就研究 说过去啊 在人类还不像现在 这样能住在房子里边 然后呢 有各式各样的洗涤用具啊 洗涤用品的时候 人和大自然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 大到野兽 小到飞虫 那都是容易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的 我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了 但是很多80后啊 70后 咱们的父辈 小的时候还经常能够接触到什么 狮子底 脊子 跳蚤 对吧 这些东西 他们那时候都有 现在孩子基本没见过了 有的时候说这个家里边养这宠物身上 有什么狮子呀 有什么脊子 跳蚤啊 这也很少见了 为什么呢 不是说人类战胜了那些虫子 而是说我们现代科技 我们现在这个化学制剂太厉害了 咱们用的洗衣粉 咱们用的肥皂 都抵御了那种寄生虫的生长 包括你家养的那个宠物 如果你勤给它洗澡 少让它出去溜达的话 它也基本上不长这个东西 但是你野外的那些野狗 就没机会洗澡 野猫 没机会说什么 有人给它这个清除一下身上这个虫子 那这个就不好说了 当然我这个说的是远了 咱还是说这个古 在这些化学用品还没出现之前 人类面对的敌人 那简直是太多了 而且正像我之前所讲 大的什么老虎啊 狮子呀 野猪啊 这都算是能够看得着的大的 小的呢 对吧 蚊子 不在你耳朵边上飞 在你脚底下 康吃给你一口 你能把它怎么着 你能看得着啊 你还是能摸得着啊 对不对 那这还是能看着的 还有一种更加隐秘的 今天我们叫微生物 也可以管它叫霉菌 但是古代没有这个概念啊 也就大概其管 它叫一个蛀虫 说这东西坏了 腐烂了 说这东西怎么不行了 啊 不新鲜了 无法去解释 什么东西造成的 不知道 就只能把它叫做是蛀虫 那么蛀虫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多呢 你说我平时在大草原上看着一蛀虫 你说我平时在这个阳光底下 我看着一蛀虫 那是不可能的 一般都是在什么东西里面呢 吃的东西 食物容易变质 食物变质之后呢 它里边就容易出现蛀虫 还有那个疏啊 疏有的时候它也生虫了 说这些东西 人们首先不容易发现它们的存在 而一旦发现了 这个事情就已经不妙了 怎么个不妙法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你看这个疏 如果生虫子了 那它肯定就被蛀了 而古人那个书和现在的书不一样啊 古人的那个书呢 它有的时候它是读本啊 就这个就这一个版啊 一百个字 咔虫子给你磕掉一个字 好了 有些话你就不通了 对吧 那你这个原版的这个就丢了 后人永远看不着前面这个了 这个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我们讲书籍 那么我们再说这个食物 是吧 这个食物一旦你发现里边生了虫子了 那就说明什么腐烂变质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挽回 还有木头 家具啊 画啊 啊 这个精美的工艺品呢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 对吧 这概念一讲 大家就明白了 但问题还有一点在哪呢 就是这种东西被重铸啊 食品的腐烂呢 今天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个保质期的这个概念 古人在没发现这件事情之前 他会认为这玩意有一种偶然性 一人手里拿一个饼子 凭什么你那个就没腐烂 我这个就腐烂了 他不去想 你先吃了 我没吃就腐烂了 他不会去想 你放了两天半 我放了三天半 就腐烂了 也就是说 他一不看这个 第二呢 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做法 导致后来的结果 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之前 那是一个很萌昧的时期 那么在那个萌昧的时期 我之前有一个观点啊 曾经无数次的表达过 就是越古老的文明 在越久远的这个时代里面 人们越容易迷信 特别是像这种造成很大损失的 然后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时候 那么大家的理解 可能就会出现偏迷信一点的这种结果了 比如说他们会想 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倒霉啊 你比较走运啊 对吧 进而他会想 你为什么走运 我为什么倒霉 然后他就会想 在这其中总结一个经验 我怎么能够不倒霉 我怎么能够也走运 当然这里边可能会迎云而生一个职业 那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时间一长 大家在总结这个经验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表述这个倒霉的这个事件呢 于是古这个字 古这个概念 或者说象征着灾难的那么一个玩意儿 就出现了 它就是古 这么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已经被翻译过来的这个甲骨文里边呢 就有古这个字 而这个古字的形象呢 就是一个盘子啊 但是现在看其实像是一个杯 一个高脚杯 然后里边盛着两只 或者盛着一只活着的虫子 怎么能看出是活着呢 因为这个虫子勾勾圈圈的 它就有一个圆脑袋 圆脑袋朝上啊 往上勾着 就能让人感觉到 哦这是个活的 那么用这个词来代表古 形象说 就是你这杯子 或者你这盘子里边有一个虫 但是到底有啥虫了 人没说 所以我们讲 它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 就是在我们的古代先民的心中 它有这么一个感受 说这玩意儿就是古 我虽然看不着 但我知道它存在 当它一旦发出来了 啊 它在这个杯子里 啊 它在这个碗里 我发现它了 这是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玩意儿出现就说明我很倒霉 那我们现在想想不就是吗 那个书被注了 被注之前你是发现不了的 被注了 你发现了 菜 注之前你也是发现不了的 注过了 你看着了 这个饭变质了 肉变质了 里边长虫子了 你之前你是发现不了的 后来你发现得了 所以这个古呢 就这样把概念被提炼出来了 然后既然它的概念被提炼出来 人们就拿它来代指那种 看不太着 但又会给你带来厄运的东西 而这个时期 起始于商代 商朝的时候 人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是灾难 倒霉 不吉利 然后 到了后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时代里边呢 因为这个文字在不断的变化呀 大家看这个甲骨文勾勾圈圈的 就把这个东西呢 形象化的认为 隐身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疾病上 就像我们开篇讲的左传里边讲的一个故事 这是疾病 再往前隐身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种武器 想象当中的武器 对吧 而这种想象当中的武器 它这个概念的提出 肯定是很早 实施 那是后来的事 对不对 武侠小说里边说 怎么实施 让对方能够生病 让对方能够这个中毒的这个想象呢 哎 它出现了蛊虫 它出现了神功 它出现了暗器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战争里边就出现什么 毒气战吗 化学战吗 不就这意思吗 哎 所以这个概念我们清晰了之后呢 我们再回头去看一看 过去人们对这个古的理解 我们之前说了那个何医生啊 把进平宫的病比作是古 说这玩意儿啊 由内而外发的 我也治不了 你也看不着 反正你要死了 这是不治之症 东汉 说文解字里边啊 也有这么一个解释 说古是什么呢 复重重也 注意这个重 是指射重啊 选重 考重的那个重 而不是复中重 复中重 那啥玩意儿 灰虫啊 猪肉掏虫啊 是吧 不是 复重重 说你啊 被 这个这个 你中了骨了 那你中了骨之后呢 就是你腹内啊 有这 古虫之毒 那么 我们今天就 这个医疗概念也好 或者说我们这个科学观念也好 你去理解 说很多事情 你这个疾病都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病菌啊 啊 这什么一元体啊 支元体啊 这我具体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晰 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们去看 原来咱们学习的时候 有什么白血包 白细胞 红细胞 那东西不就像 小的生命 小虫子一样吗 蹦来蹦去的 啊 走来走去那样的吗 有古人他看不着这个 但他知道这玩意有 他存在 这是很神奇的 不过 再往后啊 因为古人提出了这个概念 后面呢 啊 我们说从这个古代先民 一直到今天我们21世纪中间 是好几千年过去了 总是会有人研究这玩意的 对吧 啊 我一研究呢 那可能就有不同的理解出现 于是在中国古代 也有不同的说法 在送书里边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古时候有一个人啊 叫唐刺 有一天出去喝酒去 哎 呃 这个回家之后呢 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家里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 他也说不出来 结果找大夫看呢 大夫说你这是得病了 啊 什么病呢 就是这个骨啊 啊 怎么个得病法呢 怎么个发病的这个表现呢 我这挺恶趣啊 好在早上这时候大家已经吃完饭了 就是他一张嘴呕吐的时候 哇就吐出好几十枚骨虫 你看到这个时候啊 这个宋书里边也没跟你讲这个骨虫长什么样 也没说是几条腿啊 或者说多大个脑袋 没讲 就是骨虫 然后很快他的这个心血就被熬的差不多了 要死了 临死之前呢 跟妻子说 说我死了以后 你把我抛开啊 你抛开之后 你看看我到底是为什么死的 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说完嘎巴就死了 很生气啊 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嘎巴我就死了 你说这个故事说到这时候 其实已经挺恶心了 对吧 哎 但是他这个虽然不是医书 胜似医书 他这媳妇胆也特别大 老公让他干啥就干啥 可听话了 死了之后真拿一把菜刀 就把这儿的这肚子就给抛开了 结果发现内脏全都被骨虫咬碎了 你一听这个 哇 好吓人 好吓人 但是这玩意是真是假呀 是真是假呀 朋友们 今天我们说确实啊 这个这个我们 听说过什么人体之内 说有有什么虫子 就把你你这个五脏六腑就给你咔嚓咔嚓了 对不对 或者是呃 这个折磨你 生不如死啊 骨瘦如柴啊 等等等等 但是 说你这玩意 你五脏六腑都给你咬碎了 这事 这这个这个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是不是小说啊 反正这事的 真实程度是比较令人怀疑的 但 还是那句话 古人已经发现了这个东西了啊 知道有这东西存在 可是拿他没有办法 那于是 拿他没有办法的事 大家又有一个理解 哦 这个人倒霉 哦 这个人是上天 处理他 哦 这个人可能是中了别人的呃 这个计 或者中了别人的树了啊 中了别人的毒 中了别人的骨了 那么人们一旦有这种遐想的时候 马上就会有人蹦出来说 哎 我会下骨 哎 这个很吓人了 对吧 旁边也许有的人会好奇啊 说你怎么会呢 啊 咱们两个天天在一块玩 从小一块尿尿 或你长大的 是吧 你这这个 你怎么可能的 你这开玩笑吗 哎 这人说不 哎 我就不开玩笑 我真的会 然后 你不信 我给你 我给你施法 我让你中骨 我明天就让你生病 然后 大伙都不信 开玩笑吗 第二天 哎 果然 叫嚣不信那人 没来 到他家去 说我难受啊 我哪疼 哪疼的 第三人 第四人 看热闹的 不知真相的群众都信了 对吧 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会 施这个古术 那你看 都有人中了 那么 这个就一传十 十传百了 不过回头来说 这俩人 可能是演戏呢 他俩可能为了达到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人说他俩图什么呀 很简单 要么图财 要么图名 要么就是一直没有受到尊重 现在希望别人对他尊重一点 总而言之 人的心呢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你很难说清楚 这东西到底是咋回事 只知道它是一个概念就行了 然后这个概念越流传越广 越流传越广 到了武侠小说这个份上呢 就已经把它具现化了 它就变成了什么 几种独虫共同的养出来的这么一个玩意儿了 然后呢 这个几种独虫呢 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 说你看我这是南派的是这样的 北派的是那样的 好嘞 我这个编的时候呢 我说五种独虫或者九种独虫 或者九九八十一种独虫 放一块咬 就谁赢了 谁就是鼓 哎 我就成了 说那玩意儿 谁赢 谁输 谁好输呀 所以就给了什么所谓南北派的这帮江湖人士一个说法 哎 你说你这鼓是无供 没问题 你可能是东派的 对吧 我说我这个鼓 我这个鼓 我这个鼓是秋野 那没问题 那你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西派的 你说你这个鼓是蚂蚱 哎呀没问题 你你这鼓是北派的 对吧 哎你 那我我我说 我我这我这鼓是一个金丝南手串 没问题 你这是文文文派的 就这个概念 哎 鼓这东西到底是啥 谁也不知道 但是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个概念 说到这的时候 可能又给大家挖了一个坑了啊 不过真的历史上好多典故 其实都是介于似是而非中间的那个地带 鼓是个啥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再给大家留一个思考的小空间 顺着我这思路往下想 成语 蛊惑人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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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